You are listening to Only Run Radio, we are RISE! 大家好,欢迎收听 Only Run Radio,港股达人,又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今天继续有我温思,有我Perry,当然我们的港股达人的特色就是每次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个嘉宾,但今次的嘉宾和以后的嘉宾,他的特色上面都很相似的,都是阿sir,都是阿sir,没错啦,就是阿sir,没错啦,就是阿sir, 阿sir的,你好,钱健榮先生,你好,不过这个是以前的阿sir,现在就不是阿sir,我平时跟他交流,通常都会叫他做阿sir的,本身阿sir都是香港市学会的成员之一,重要的成员之一,今天上去来,其实有个很想讲的主题,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在之前那一两集, 也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跟,记不记得,阿sir,记不记得,阿sir,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我们请了个嘉宾,阿sir,关sir,他们就讲过一些交流团的有趣事,阿sir,原来对这方面都很有经验,可以一会加多些时间,可以讨论一下,不,那未开始之前,我有个环节一定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阿sir, 5月好介绍,没有讲,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只要一个提多提大家,是时候进去啦,那5月有什么地方好玩呀?游行,游行,哇,好敏感喔,不是我们游,是人家游,人家游,我们去看游行,看人游行,看人游行都很危险的,随时都被人打,好像我看了一些新闻,应该不会的,至少去避一避,别妨着街,OK,那是什么游行, 游行呢,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第一就是5月11号,5月11号,农历3月23号,哦,那我知道啦,天候弹,铺这么久,原来想铺天候弹这件事,那我知道的,其实当日正弹当日,其实都会有很多国区都有,其实国区都游行,对啦,国区的天候庙都有庆祝活动的,但是最大型的,或者是大家最触目的,传媒最多拍的,应该是元朗18香那个,哇,厉害喔, 哦,那个,元朗18香,咦,浅sir,你好像那边,那边你也有没有考察过吗?有,我自己本身现在在元朗住了,每年元朗18香的巡游都十分之隆重的,就是风马路的,记忆所及,基本上它是由19点凌钟开始集合的了,各条乡的人都走去,就是武龙武士,就去那里,在这个,应该是由19点凌钟开始集合的了,是的,各条乡的人都走去,就是武龙武士,就去那里,在这个,应该是由19点凌钟开始集合的了,是的,各条乡的人都走去,就是武龙武士,就去那里, 应该是凤场,凤场体育馆基底那里,就开始,然后一路走,就走到去,就以这个元朗大球场,作为这个终点站,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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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它们之外,呢,还有1样东西,大家都要留意了,就是呢,一个花炮都会有,没错、对! 那,它们各个地方,各条村里的花炮会等,它们都会将它的花炮遭到的花炮仍然是,今年是做台新的,然后就会沿着元朗那些的.... 会不会,会不会和大马路地的那里,对呀,对呀,选动。 非常之好看 其中我知道當中是否有一個炮是最高最大的 大家最想要的丁材炮 應該是第三炮 每個天候彈裡面的花炮 搶花炮活動裡面 花炮哪一個最吉祥都不同 好像元朗這個就是第三炮 丁材炮 有些人如果抽到炮之後 聽他們說他們還要特別做一條龍 一條龍就要去開爐 很精彩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 就算去不到元朗 那天全港十八區很多地方 有西貢、觀塘、青衣、坑口、屯門 甚至是荃灣、馬灣、打鼓嶺、南媽道 都有各自天候、荷蘭、河大門道 很多東西看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遷就自己居住的區 喜歡他看也非常有趣 除了5月11號 政誕有看天候巡遊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介紹 兩個星期後 又是另一個很大的遊行 很大的遊行 又是報紙經常買的 我知道了 四月初八 四月初八 即是佛誕那天 那就是長洲大平清照 那天他們應該會有飄飾巡遊 當然是 應該是5月25日 那當天 阿淺Sir有沒有進去參觀過 有 因為我曾經在長洲住過 咦?又住過 對啊 我在長洲住過 我怕我一會說 但又住過 其實每一次 在長洲太平清照 有兩件事 一定要小心 第一 遊行當日 巡遊當日 就千萬不要出街 因為整個長洲都是人 那時候就住在西灣那邊 所以一到這個時間 就不出街 第二 就是在長洲 這個太平清照的前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不知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左右 是不准賣肉的 整個島是不准賣肉的 有些剛剛搬進去的人 可能不太習慣 沒有肉賣 所以 後來 沒有那麼嚴謹的時候 有些店舖 就偷偷地 或者細細地 就是很低調地 賣肉吃 所以 這個就是長洲太平清照的特點之一 我記得以前去是完全沒有肉的 但我應該去去 我聽到 我不是聽到 我只是問過 我見有些海鮮檔 他買蜆 賣蠔 賣蠔 現在有些人說 你蜆和蠔沒有血 今天不算肉 如果佛家 因為其實太平清照是道家 佛家說蠔都屬於齋 為什麼呢 因為曾經佛祖跌過到蠔堂 這是老人家說的 而且很特別的 長洲太平清照 理論上是學校都參加的 長洲有兩間 當時比較著名的學校 有一間已經結束了 已經不見了 就叫做長洲官立中學 現在有些官校的老師 都可能是從那個官校出來的 長洲官立中學的校長 就必定是當時太平清照委員會的當健成員之一 所以當時有見到官方和民間的關係 現在是衛恩法師中學 其實時間不同了 所以太平清照也成為了香港文法特色之一 公眾參與的多了 也成為了香港的景點之一 大家留意一下 太平清照不只是飄飾那天 其實是22日到26日四天 由起彈到元彈四天的不同活動 而且現在長洲太平清照 就入了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為產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我發覺近幾年的變化都大 例如說多了一些叫做手信賣 即是商業化了 你會見到裡面多了很多有關 例如包山的紀念品 尤其是打趙那段時間 他們平安包的燒情非常之厲害 真的很誇張 排了長路 其實這也是成為了現在香港旅遊業 所說的特色旅遊之一 因為其實很多內地人都很有興趣去玩這些 因為長洲本身的島有不同的中西文化的結晶品 他們進去後可以看看太平清照 又可以逛長洲 又可以看看李麗珊的事跡 其實是很值得去的 但是我知道大家聽到要搭船 可以選擇去其他地方 其實同一天 農曆四月初八 其實都是彈弓彈 彈弓寶彈 在沙基灣 東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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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個很盛大的巡遊 在那天 早上那段時間 周圍有很多 武師隊 武龍隊 應該是10點到1點到 10至1 即是這幾個小時裡面 你會看到 差不多全港九新界裡面 很多的師隊都會去參加 即是傳統的文化 對 他們邀請了很多不同的武館 他們可以趁機會 他們都想參加 發覺 可能我接觸多了 即是跟那些武館 那些花炮會 聊天 其實他們都想 即是多些這樣的彈出現 他們其實都想趁機會 去展示他的新手 有機會 即是沒有說一定 惡性傾斥 你見他們其實都很禮貌 大家排隊這樣出的 但他起碼有機會 那些師兄弟練習了之後 都想被人見一下他有多威 就可以趁機會去展示一下 想平和一點 就上一上我們的昂平 天壇大佛 那有什麼活動呢 玉佛節 玉佛節 OK 到時候就會有玉佛大典 這個所謂的角色其色 有興趣的 總之這個五月都非常精彩 有很多東西玩的 我知道其實到了五月 其實我們這集 即是第二日 即是我們五月三日 我們這集是五月二日 三日 星期日 星期日 五月三日 這一日我們錄音這一日 其實都有個天候 即是在大埔那裏 都有一個巡遊 天候巡遊 又是很多師隊 很多的麒麟去表演 又是很成大 在大埔區的天榴彈 總之大家有興趣 可以參與多些 喜歡影相也可以 即是去考察也可以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過了這個五月之後 不過我發覺這段時間 就天氣開始轉變了 沒錯 大家記住考察的時候 即是戴上一些防曬 戴上傘 戴上一些水 下溫絲比較重要 你一定很著重這件事 是真的 因為考察得多 即是知道如果不帶足準備功夫 即是你自己吃虧 我們剛才講了很大段 其實這段時間都是一些本地文化的考察 即是都是一些節慶的考察 其實這次我們都講回我們今天的主題 主題就是講回交流團 可能我向阿淺sir請教一下 因為平時跟他交流 通常跟我介紹美食居多 後來深入接觸之後 發覺原來他除了做老師之外 他都有參與很多的一些內地交流活動 帶很多學生進去內地考察 屬於第一批的導賞團進去 今次我們希望趁這個機會 都跟阿淺sir聽一下他的一些經驗分享 其實先講一下關於你的背景 其實你做了 即是現在你就離職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教書的呢 如果我教書的就很久了 是八十年代的畢業的老師來的 八十年代開始就從事這個教學工作 但如果你說參加這個交流團的話 即是交流活動的話 其實就是回歸前後就開始有 為什麼會回歸前後開始有呢 就是因為當時政府的需要 以及當時政府的鼓勵 而且我們作為 因為我是教學歷史科的 所以其實很多活動 都是跟中國歷史有關係 之前看香港的比較多 後來因為條件的資源多了 就鼓勵我們回內地去看 於是就有這個交流活動 即是如果譬如說回歸前 即是回歸前就有那些 都已經有的內地交流團 有沒有說他們的重點 會看些什麼呢 以我覺得會不會是 主要了解他們一些 配合的科目 譬如說你本身教歷史科的 主要都是看一些著名的歷史景點 沒錯 其實我們是以歷史為主的 即是早期的交流 都是看內地的一些歷史遺跡 一些博物館 或者一些跟歷史有關的事情 一些地方 所以就偏向歷史多些 譬如說去博物館 去看當地的名姓 譬如我們去廣州 這樣的時候 就會看廣州的中國近代史博物館 看看孫中山先生 即是中山紀念堂 和黃花崗起義 這些所謂的古跡 但是會不會說 當時最初搞的時候 就不會說去到那麼遠的地方 比如說 也不會去到北京 或者 都是盡量都在廣東省附近 舉辦那些考察團 盡量就不要搞那麼遠 會不會是最初回歸之前 都會著重多數是廣東省的圓案那裡搞的 早期就會這樣 早期就是優質教育基金之助 變成年長一點的同學 例如高年級的同學 就會去遠一點 低年級的同學就會去近一點 所以近一點就是廣州 廣東省這些地方 其實看廣東比較容易 因為交通的時間比較短 同學本身都會很著重 即是說 家長也很關心 不要去得太遠 又怕同學就不適應 因為當時是比較新的一個項目 所以家長也不是很放心 所以就不是去得太遠 看回原來之前 其實都一直 政府都有一些資助去搞一些內地交流團 因為最近大家如果有留意 今年的施政報告 裡面都有提到 就說他們會撥更多的錢 差不多一億元 就會擺放在做鼓勵一些學校 去舉辦一些內地交流團 去認識國情 但是當時候的認識國情 可能和現在就有機會 有一些差別在這裡 可以遲些可以再 再提及 但當時你們搞這些內地團 其實是否困難 但是多不多 資助或者配套上 其實是否都困難 最初的時候搞 困難的 困難有幾方便 第一 就是說當時內地的交通配套 就沒有現在那麼方便 因為內地交通配套 工路不是那麼安全 所以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第一 第二 就是找接待單位也是困難的 因為當時是90年代 變成很多接待單位 都不太想接待這一類的團 尤其是學校自己搞 就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如果譬如說 你是有經過一些政府機構 或者相關的機構去介紹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當然 如果我們當時有一個 一方面就是幫學校搞 要搭到一條線過去 給內地的單位 其實不容易的 很多時候都是靠著自己個人的關係 然後就搭到一條線過去 就讓內地的單位接待我們 但是因為同學生長水宴過去 必定要什麼 當然要看到一些 他們想看到的東西 但是內地當時有些接待單位 就覺得你們學校團體 比較公理一些 沒有什麼商業價值 接待你又農民相財 所以就未必是這麼多人 是願意接待的 但是反覆反之宜 如果你跟他們 裡面單位的人 比較熟一些 那時候就可以很清楚 將你們的用意 就是他們熟你的 他們熟你的時候 就覺得你不會去搞搞鎮 之類的東西 那就容易一些 接待他們 接待我們 而且呢 接待的時候呢 也都是 形式是會不同的 比如說你上一集提到的 就是有一些單位 對不同人的接待的規模 都不一樣 輕的 最基本的 就是接待你的 帶你去看看 行奧客 就算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去博物館 最基本的 接待你呢 就是讓你入場 然後呢 就帶你去看一個圈 然後呢 就自由動 但是如果呢 它是熟你的話呢 而它又覺得 你這次活動呢 是很有意義的話呢 就是他們覺得 那時候呢 第一 會免了入場費的 第二 就會將它 博物館裡面的 鎮店之寶 就會介紹給你看 原來博物館裡面 都有一個 所謂小的 收藏館的 那如果你呢 不熟它的話 或者它又 不清楚你的話 它不會開這些 給你看的 舉個例子 當時呢 湖北省博物館 當年呢 是有一個 月王 勾斥 或者叫勾斥 那個配件 不是普通人 是拿出來給你看的 因為呢 它要在館廠裡面 特別拿出來 然後呢 在一個 貴賓廳那裡 是開給你看 給你近距離看 甚至可以給你摸一下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 它對你不熟悉的話 它就不會做這件事 就是看看普通的剪片 然後呢 跟你說兩句 然後就帶你自由活動 所以不同的情況 當時的困難點 就是這裏 你怎樣可以駁通那條線 駁到上去呢 好 那第一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第二節呢 繼續呢 跟阿錢Sir 暢談一下 內地交流團的發展史是怎樣 好 星期五就應該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因為放假嘛 但是 如果看電影你又不想看 唱K你又不想去 吃飯你又嫌人多 走來走去 坐船你都覺得 浪費時間的時候 不如聽聽話題無邊際 有什麼吹什麼 完全鼓勵不到的 RELAXED FRIDAY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對呀 有台火回來了 無論是戲劇 舞蹈 音樂 任何藝術界 總之你有火 你對藝術有火 你對舞台有火 都歡迎你來有台火 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聽有台火 哦 無明事的歌唯一訪談及音樂節目 主要針 喂 現在在做什麼 我請你回來錄精告呀 請你回來背書呀 你走開我自己錄吧 無明事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個星期二上線 咦 這真的隔個星期一次 WELCOME TO LISTEN 喂 你聽著什麼呀 聽著廣播咯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還有遲點睡 和大家一起講香港播 一個人物 一個地方 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史學會 和你港人港地香港地 好 回到第二節的港股達人 今天的嘉賓就是淺sir 之前第一節裏面都說了 籌辦內地交流團 尤其是早期的時候 遇到很多不同類型的困難 那說什麼交流團 交流團 你當然不只是去景點 可能都會去當地的學校 去的學生 有些合作性的活動 那在早期來說 會不會其實都幾難找到一些 可以配對的學校呢 那麼 首先我們看回 所謂交流其實幾個層面 早期的交流 基本上都是去參觀一些學校 例如舉個例子 早期有很多扶貧計劃 去一些鄉村學校 去看看當地的學生的生活情況 看看他們的艱難的地方 然後呢 就去 給一些物資上去 那些這樣 那這裡呢 其實 有很多學校呢 早期來說呢 有很多內地的學校呢 有些歡迎 有些呢 就不是很歡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畢竟呢 你是屬於境外的一些團體 那他們呢 對於你的背景呢 就不是很清楚 而且呢 他們呢 很多扶貧的 即是對象的學校呢 基本上他們的 人手是很少的 越窮的地方 人手就少 越發達的地方 如果是上海北京那些呢 人手是很多的 什麼叫人手呢 原來呢 他們呢 在學校編制裏面呢 大城市裏面的學校 所謂重點中學呢 基本上呢 他們的行政團隊呢 是等於他老師的總額的 數目相同的 即是他70個老師 就有70個行政團隊 去支援70個老師 所以他們接待呢 那些大的 即是大城市的學校 接待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他接不接待你 譬如 在內地有一間叫做 即是我們曾經接觸過的 上海光明中學 現在其實已經很顯赫的了 即是國際化得很快的 那他們早期呢 去參觀他們的時候呢 基本上都是 握下手 問候一下的 但是呢 如果交心了之後呢 那個交流呢 又不同了了 為什麼不同了呢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有一個跳舞團 其實他們的跳舞是全國有名的 那尤其是什麼舞呢 就是學生表演的舞 原來呢 透過交流呢 我們就會知道 那些同學都知道 原來跳舞表演呢 那個專業水準呢 是很厲害的 就是不單止是 女孩子去跳舞 其實男舞蹈員呢 就是學生的 是最缺乏的 所以這就是對於學生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體驗 還有我們 也是透過這一點 可以令到那些同學呢 是知道 原來呢 在內地上課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 跟光明中學熟了之後呢 我們甚至可以去那裡上課的 大家一起去做project 一起去上課 那這個交流呢 就會深了 所以呢 比如你提到那個交流呢 其實是兩個層面的交流 有一個是 所謂犯犯之交 見面 握下手 跟著就走的 有些呢 如果是大家是對嘴型的 或者是那個關係 維持得長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更加深入地 去投入到他們的學習生活裡面 嗯 即是其實都 交流上面 都有心有錢 對啦 沒錯 那有些扶貧的學校呢 其實就是 貧窮的學校呢 有很多都會來 即是會接待你的 但是呢 接待的時候呢 當然啦 那個水平的 就不可以要求那麼多 我們很多時候 早期 因為 我又講回一點歷史 我當時呢 除了是在學校教書之外呢 也都是在那個 考察那裏呢 即是內地交流那裏呢 就組織那間公司 就去幫其他學校去做 這些的 即是內地交流的 那呢 就發覺其實 有很多的 即是當時的學校 即是香港的學校呢 去到內地呢 他們就會覺得 咦 為什麼那些內地的學校 對我們這麼冷淡呢 那原來呢 就是他們 會不會考慮到 原來內地的條件 當時那些學校的條件不夠 所以接待呢 就會比較弱一點點 這個也是 後來我們跟他們解釋的時候 他們就會明白了 在這個層面上面呢 他也會達到交流的目的就是 原來明白對方是怎樣的 因為在做交流的 開頭的時候 即是早期呢 有不少人呢 是用香港的標準 就放在內地那裏 那裏 那變了呢 有很多呢 可能有些 不順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們 跟他們解釋過之後呢 他們就會明白到 原來內地 實際的條件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會明白 當時內地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 就是國情教育裏面的一部份 嗯 那 除了交流之外呢 其實在做那個 內地交流團裏面呢 他們都會有一個 就是可能你籌辦的時候 都有一個主題的 那我見剛才你說 就是早期 主要就是可能配入一些科目 比如說歷史科 那但是有沒有之後衍生了 譬如說 之前和 在第二集 就是在我第二集 訪問一下關sir的時候 他就說有些其他主題 舉例就 就是有些叫扶貧 就是有個主題 就是認識一些貧窮的地區 這樣 那有一個 那他們就會 直接上去內地的一些 比較偏遠的地區 就去看他們那些 山區的學校啊 這樣 就順便去做一些服務 這樣 提升學生 就是對於社會的關懷 認識到內地的貧富的情況 這樣 但是有個問題 就會 看到 因為他大得多 他發覺 就有一個叫 示範單位的問題出現 為什麼我 早幾年 幾年後也是這間房 幾年後也是這間房 幾年前 你看到說 他要建籃球場 然後幾年後 他也是要籌錢 建籃球場 其實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 鼓勵還是普遍的 還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從那個時間去看 其實 早期的 就真的這麼窮的 所謂的 學校來講 就是家徒四壁 就是十分之窮 但是 隨著 扶貧項目 越來越多 扶貧的 學校 或者扶貧的人士 越來越多的時候 於是 內地 譬如是貧窮的地方 就開始變得商業化了 就是說 他覺得 這條財路來的 變成 就是 我 我以為我很窮 於是 就很多錢過來 這樣 於是 他們就漸漸 脫離開了所謂的 原意 就好像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有些示範單位 那些示範單位就放在那裡 就是 他們知道 香港人 認為窮的是什麼標準 譬如說 木椅 那間貨室漏水 那些同學沒有書 就是沒有課本的 或者很殘的課本的 那些標準 所謂 你所說的示範單位 那些就已經是商業化了 我們 我們 我03年 就是 99年至03年 這段時間 就搞旅行社 專門做這些內地交流 其實呢 去到03年 就是沙士之後 就是沙士前後 開始已經有這個變質了 他們會覺得 我們是一條財路 所以 他們就會做了 就是專門有一個 單位 這個示範單位 就是你們去看 看完之後 就會捐錢給他們 而 捐錢給他們之後 那些錢怎麼用法呢 所以當時的規管 未必那麼多 那 變成了 可能有些是 去回學校自己本身 但也可能去其他用途 不知道 所以 後來 香港那些社條 或者學校 就開始覺得 咦 我只是捐錢上去 不是那麼好 於是 就想著捐物資 但捐物資其實 有一件事 是不容易的 譬如 那個例子 舊衣 舊衣服 其實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香港的學校 想著 發動學生 將舊衣 捐上去 原來舊衣服 要入中國境 要檢疫 一個很大程序的檢疫 那變成了 很多時候 他們可能 想著這樣做 但原來其實不是 好了 捐書寶 原來內地對於這些書 是十分之敏感的 所以他們要查過所有的書 然後才可以捐書 繁體詞和簡底詞問題 沒錯 等等等等的事情 於是 造成了 某一段時間 扶貧項目 參與熱城 慢慢削弱了 加上 中國內地的經濟越來越好 變成了 要扶貧的項目 又或者地方 也不是那麼多 也有部分人 覺得 好像你的星所說 看來看來看來 事患單位 是不是這麼窮 於是 交流的重點就不同了 所以扶貧項目 也變了質 已經變了其他項目 或者說回 說了主題 真的是 早期 因為交流的項目 是和歷史比較接近 因為當時來講 進行交流活動的時候 他們都是希望 令到很多香港的同學 是明白內地的一些歷史 明白內地的一些法治 所以他們就會看很多舊的東西 譬如說 博物館 名人故居 這些 但是 隨著 因為香港教育制度的轉變 交流的主題 也都慢慢改變 除了是舊星所說的扶貧之外 另外 就是 去到2000年 2003年之後 就開始流行 所謂的生活體驗 第二節 時間又差不多了 第三節再講一下 究竟 有什麼生活體驗 可以給學生 一些新的學習 好嗎 第三節回來 我們繼續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 兩位青山病人 逢星期一晚 都會走出病房 跟你癲癲得得 甚麼都說 逢星期一晚 Only One Radio 由丁思拉 阿鬼 青山談房 1-9 給個號碼 來吧 給什麼 你有的 蛤 真的嗎 是啊 狗型人格 天生 如果你想突破自己 發揮潛能的話 那就要收聽 由我天Sir 和阿Ken所主持 塔蘭通培訓及輔導中心 冠名贊助的 心靈輔導社 臥哥雖然是表演 但仍然有他的真實一面 粗角界內部的事情 你又知多少 這個世界這麼大 不會只有一家wwe的 大小的意識 拐不來 Dainnator Dainnator 右手的一尾 拐不來 Dainnator 歷史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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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個宿角迷 或者對宿角界有興趣 我阿Rick會帶你進入宿角界 最真實的一面 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宿角時報 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著你聽 Only One Radio 首個法律節目 同大家講解 中小企在創業路上 必須要留意的法律知識 記得收聽由法業規管事務顧問 官邻贊助的 法規先鋒 有些人物 一個地方 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有香港史學會 和你 港人港地香港地 回到第三節的港股達人 繼續跟展sir分享內地交流的發展 剛才他提到有關 就是隨著內地交流的發展 從以前的科目配合 現在轉變成生活經驗中吸取知識 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早期生活體驗來說 我相信大家聽眾的印象是黃暴君後訓練型 這個曾經搞到火紅火綠 差不多很多學校都規定 每一級的學生 例如中一 暑假的時候就要黃暴君校接受軍隊的訓練 軍事式的訓練 當時黃暴君校的舊子 就是長洲島 也叫長洲 其實是黃暴隊出來的長洲島 現在來說就是大學城 以前要坐船過去的 現在不是了 現在有天橋過去了 因為已經連成了大學城 而在長洲島上 有一個原來的古蹟 即是陸軍軍官學校 另一個在山上 在陸軍軍官學校舊子後面 也叫黃暴君校 那個是後來加建上去的 後來又去到深圳 也做了一個叫做深圳黃暴君校訓練營 即是淡淡早中很多 開頭的時候 所謂生活的體驗就是去體驗一下 一些比較艱難的生活 例如說 黃暴君校的軍人的訓練 軍人的生活體驗 另一些就是扶貧的話 就去當地的地方 吃一些所謂農家餐 去探訪一些農民 窮的人究竟是怎樣的 有些地方是缺水的 缺水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是生活體驗 但是隨著內地的生活條件改善了 內地對於香港的學生 接受程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們看到有交流的好處的時候 其實也有不少的學校 譬如去內地和當地的學生 一起學習 一起生活 甚至一起做項目 一起上課 做調查研究等等 發展到後來 甚至有一些學校 是會由老師帶領 去當地和那些同學一起 去到社區做調查研究 這就是後來所謂通識科的發展 去調查一下 究竟當時的 譬如上海市 某一個區 那些人的生活的指數是怎樣的 生活水平是怎樣的 生活質素是怎樣的 其實後來 新課程改革 好像在08年左右 就有個新課程改革 關於通識科推行 為了配合這個新課程 其實內地的交流團 都會放了一些新的元素 就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譬如說會和那些學校合作 就會做一些調查 除此之外 還有沒有特別的項目會開展 有所謂的 有些學校條件好一點 甚至有些是住宿 即是住在他們當地的家長的家裡 不可能住兩個禮拜 即是類似民宿 沒錯 但這個是不普遍的 因為為什麼呢 要視乎當地的那些 參與學校的家庭 即是住在家長的 即是學生分開來住 即是各自融入在家庭裡住 即是各自融入在家庭裡住 即是一起去吃飲食 即是類似外國這樣 即是學生去交流 即是體驗到當地人的生活 沒錯 所以這個參與程度已經是和早期的 即是我們說的 開頭的時候 即是九十年代美的那種旅遊式的交流 已經是不同了 尤其是近幾年 大家都有個擔心 即是內地交流團裡 其實除了認識國情之外 就有一些叫做洗腦之嫌 即是以你的觀察 有沒有說近幾年搞的內地團裡 是有這種情況出現 洗腦呢 洗腦呢 其實這個是現在 因為某些原因 而給他賦予一個這樣的稱號 我個人覺得 其實是洗不到腦的 也都沒有洗腦這件事 為什麼呢 其實內地很清楚告訴你 因為當時我們跟內地的官員接觸 講得很清楚 他們有一個目標 他說你不需要認同我們 但是你回來 你體驗過我們生活 體驗過你的環境之後 你要明白我們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十分重要的 即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如果你們看回 他由九十年代開始 有這個交流 去到今天 其實有很多青年人 即他們以前是學生 現在到今天都是青年人 已經做了 其實他們對於內地的看法 都不是一致的 有些是會明白 有些可能會取另一個態度 你想一下 政府放那麼多錢 去到今天這個社會的情況 我不評論他好不好 你就會見到成果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洗腦了 對 如果說官方接待的 即是你說很洗腦的 基本上就是 這些學生領袖團 由政府辦 中聯辦聯繫 然後就去到內地 就由內地的 某些 大家都知道的 政協的組織 就去接待 就帶你看 中國的發展 上去上一些課 就講講中國的外交 講中國的近年來發展的成績 然後呢 就有些所謂領導人接待 所謂領導人 就是政協副主席 那些接待 這些是洗腦團 很多人認為這些是洗腦團 其實呢 很多小朋友 或者很多同學 落回來的時候 他們未必 即是他們未必會完全 去接受那套的 即是內地的情況 但是 怎樣都好 如果我們從一個 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 就是 我們基本上 要明白內地是怎樣 這個明白是很重要的 你明白了之後 你自己有個判斷 這樣的時候 你會 會作出一個 你自己會容易接受的判斷 我想問一個 其實聽了這麼久 交流團 即是有交換 沒錯 其實你上學人的東西 我們會帶什麼上去呢 沒錯 其實我們 帶上去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生活方式 以及我們那種的價值觀 那就是文件上 書刊上 其實帶不上去 只是你的態度 告訴大家 大家怎樣 待人接問 其實呢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 帶同學上去的時候 同學 他人接觸 同學的生活 不如整結 負責任 有組織 正在排隊 其實是香港的學生 影響內地的學生 是很重要的 因為香港的學生 上去 其實是很整齊排隊的 這個想不到 我以為上去排隊 沒錯 其實我們上去看 了解國情 同樣地 我們帶上去的 就是我們 在內地 學生的表現 是很重要的 但是平時看那些 Documentary 都是見過那些學生 是一喊就很齊 動作很齊 以為他們排隊 排得比香港 其實是生活上面 小節上面的排隊 OK 譬如說上車 譬如說我們去參觀 人民大會堂的時候 我們不是一湧而入的 我們排很多入 這些就是 香港學生 在內地人 所表現出來的 那種特點 我沒有參加過中學時代 我自己沒有參加過內地交流團 反而讀了大學的時候 讀了碩士博士的時候 才有做這些交流活動 反而其實 剛才阿淺sir提到的那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未必有很多東西 帶上去 反而他們想透過 大家會在交流 他們想認識一下 他們也想認識一下 究竟香港的生活是怎樣 或者我們學校的生活是怎樣 他其實很有興趣 就說 究竟我們平時的上課 或者我們的生活 或者是有些什麼的過程是怎樣 他們真的很有興趣去問 因為其中 我記得我上次一次 一個環節 我不知道內地交流的活動 可能都會 大家都會有些學生 大家聚在一起 坐下 可能有老師 各自有些老師 帶領的 可以大家互相問問題 發覺他們 譬如說我讀書 可能他們很想了解我 學校的運作是怎樣 或者那些科目是怎樣 這個都是大家可以出進 做一個交流 沒錯 我特別提到兩項 第一項 我們帶同學上去 同學和老師之間的融合關係 其實在早期來說 是令到內地的同學和老師 印象很深的 因為內地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 是上下級的 但是他看到我們 原來老師和學生可以這麼融合 大家好像朋友 其實對於內地的啟發是很大的 所以我不敢說這個是交流團的成果 但是內地有輔導 即是老師有輔導工作 這一件事 其實是看到香港學校 香港學生 和香港的一些交流團上去 所引發他們有的 因為以前在學校來說 你要知道內地的學校比較保守些 或者是政治色彩濃厚些 所以他們是那種比較硬些 即是上下之間的關係比較強些 但是現在他們開始有輔導系 就是老師的輔導工作 第二件事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現在很多內地學生來香港讀書 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看了香港學生 在內地的表現 於是對於香港產生一種特別的感覺 他覺得來香港是可以接觸到 和西方差不多的東西 現在來說當然 中國很多內地人去歐洲 去美國留學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原來在早期來說 其實來香港留學 對他們來說 是接觸西方教育 和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一個重點 來香港近 錢少些 沒有那麼困難 不用簽證 所以簽證容易些拿 所以很多人都來香港 在香港讀書 讀研究生 甚至有些交流的項目 比如很簡單 有很多所謂內地的高考尖子 來香港讀香港的大學 這就是互相之間交流 去引發到一些所謂的成果 所以香港其實有一段時間 比如特首 第二屆特首曾經說過 曾蔭權曾經說過 發展香港成為一個留學中心 其實這是有條件的 甚至主要是向內地 招收內地生 亦都有條件的 但是當然 政府的 後來政府的思維是怎樣 這就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其實內地交流 對於內地來說 是有影響的 所以有一個 葉國華先生 當時董建華先生 特首董建華的智囊 曾經說過 香港可以成為內地 一些行為標準 或者一些價值觀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對象 這個其實是可以的 說這麼快 時間又夠了 今天都很開心 跟淺sir去分享 有關國內的內地交流團 還有一些 發展 我發覺原來 由最初開始 那個 形式上比較單調 純粹是 跟科目結合的一些 考察活動 到現在 千變萬化 我知道近來 甚至有一些 大家互相 互相 想 你去完 他的地方 去交流 之後 他們的學校 又下來香港 繼續交流 有延伸的 有延伸的交流 活動 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都千變萬化 但是限於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 有機會再找淺sir 繼續聊天 好嗎 我們這個時間 又夠了 我們跟聽眾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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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足球節目賽事 真是精彩 謝渣的價錢 有燒鵝味的味道 蛤 那你怎麼看呢 我看得人笑 這麼誇張 想知道最新球隊 球員消息 抽盡最豐富的水 猜得最精準的球 可以怎樣 大家記得留意 星期六的 Only One FC 好了 拜拜 CNCN Manymany 美妻吵 什麼啊 吹嗎 星期二咯 不如創業吧 我只有1元 我也是只有1元 那怎麼辦 創業不用太貴 那要怎樣 那你就要聽實 Only One Radio的創業兵工廠 我們會邀請成中創業家 上來分享他們的創業經歷 還有創業教室 分享不同的創業技巧 緊貼創業圈最新的消息 就讓我們創業兵工廠 陪你一起踏上創業路吧 這次會不會有創業的